白花花现金看了好心动 今年税收超增4500亿元 中央演你还税余名 传出可能会发现金或者恩配券 哪个民众比较有感 想要从到吴北局来现金 现金把直接到户头 其实都还蛮好用的啊 五六月之类的 你要报税 好主意 对 现金比较好用 有拿到就好了 现在传出可能的四大方案 第一是发现金 但是苦无法源 若要新编特别预算 也只能等今年财务决算 转成岁季腾鱼之后才能使用 最快要等到明年中旬才能发 第二是恩配券 同样得追加振兴预算 而且带动经济效益 以逐年事为 不过因为中央已有经验 所以来回一月审议 最快三月就能发放 据于直接退税 和扩大社会福利补贴 虽然较简单 但民众也相对无感 并没有说像全民发现金 这样的一个经验 所以不论是行政单位 要找到符合预算法规的法源 以及必须用相关的预算 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因为毕竟这是一笔 很庞大的预算 立法院的议程 很有可能甚至于 是会拖到二月中 而且发现金在国外 它也有先例 包括不管是美国也好 新加坡也好 它其实在政府政策公布之后 它下一个月马上就落实 台湾能不能够这样做 几倍券原本就是我反对的 为什么 因为你要去制作 你会需要时间 然后你还会有成本 常与立委强调发现金 或者恩费券都需要时间 但不管怎样 最后能收到政府大红包 就是民众的小确幸 欢迎新闻 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一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